Hello 大家好 我是Iris 塔罗仙子 今天来谈谈逆境 先来谈谈佛学者不谈命运的概念 他们会谈业力 善业多的人就福报大 福报大的人就会专事顺利 吹吉鼻胸 恶业多的人就会福报浅 福报不足的人就会诸事不顺 最难骗多 命的好坏是取决于自己的行为做法 所以命运可以操纵于自己的手上 因为我们要多做善念 善行越多 直善越大 命运其实很坏 但是不要看脱要福报 有关之外 一个人心念 也往往可以无形的转化 幸福快乐 与否 不是拥有多少什么 最重要是内心 这个心念 这个心态 什么的心念 取决于什么的命运 你便遭遇了什么 如果你常在抱怨的人 其实久而久之 你的抱怨 便会变成你日常生活的习惯 一个语言 日积月累的时候 它成为你的专场 而这个专场 无形中 便会决定了你的爱声嘆气 己仁悠天 这个特质 以至导致遭遇到 很多不同的波纳 一个爱批评的人 因为常常抱怨 他的心态久而久之 便培养出一个 看人不顺眼的习惯 形成言谈中很多负面 做事情偏向挑剔 做人热爱看缺点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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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样的话 慢慢慢慢 它会造成一个 不懂包容 不善解人意的苦闷人生 个性 习惯 心态 与心念有关 心念 若不改 而风水 行业 明智 再怎样改 也改不出 也改不出命运 人生不能改 但人生观是可以改的 因此 一个观念 可以改变一个想法 想法改变 即心态改变 心态改变 即态度改变 态度改变 即习惯改变 习惯改变 即表现改变 表现改变 即一生改变 一生改变 就是命运的改变 所以说 命 不用被人算 运 运 没有人可以帮你改变 要好命 就要自己 学懂命运 用正念 信念 智慧 去重画人生 所以我们经常说 心念可以决定每个人不同的命运 凡夫被命运操纵 而智者却操纵命运 人要命运 不要命运 亦即告诉我们 亦即告诉我们 命运虽有 但仍然知在我 好命不是靠 拜靠求 也不是靠人家持冠顶 一念心转 则心开意解 福就来 一念清静 则心成意正 魂就痛 一心静向则心静 弃成邪不侵 一心向善则 一念善心破千灾 扭转命运的贵人不在远方 正念就是我们 生命中最大的贵人 今集说到这里 下集我们再见 多谢收听 我们Sophia 3 4 3 4